秋冬這個季節 也是胃潰瘍非常容易復發的季節 因為天氣氣溫一降 你的胃部就會開始收縮 這時候我胃酸就會開始分泌 你的胃潰瘍 這時候就很有可能會發作 像是黃小柔 他除了胃潰瘍發作之外 連憂鬱症也一起來了 是 尤其是本來 之前就有潰瘍過的人 到了冬天吃東西可能要注意 黃小柔之前他吃什麼 其實也是你常吃的東西 就是吃豬排 豬排一定要配個牛蚌絲 還配高麗菜絲 你一定想說高麗菜絲不是故胃嗎 妖准配備啊 對啊 沒想到吃完之後 後來就開始覺得胃不大舒服 那胃不大舒服 一般人的反應跟他一樣 就先吞個兩三顆胃藥 看會不得好 誰知道隔天醒來 還是持續不舒服 就要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一看就說 不好意思 你潰瘍又復發了 那他就覺得這樣一治兩三個月 治到連憂鬱症都來了 因為就真的覺得說 真的非常不舒服 為什麼他有潰瘍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年輕的時候減肥過度 所以留下這個後遺症之後 現在只要可能一有 一有情緒緊張 甚至吃些東西 比較不對的時候 都不吃東西 對 可是另外一個就很奇怪 大家想說他的症狀很平常 就是胃痛 你會想說胃痛 胃潰瘍合理 可是另外這個 這個林書宇 大家就覺得他的症狀就怪了 他一開始開始出現症狀 他是覺得 怎麼會胸悶胸痛 而且好像越來越嚴重 胸悶胸痛 呼吸不順 一定是心臟有問題 當然馬上 經紀人就帶著去做心臟檢查 就說檢查還真的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心跳只有48下 你在想說 這麼慢的心跳 你可能真的有一些實質狀況 我們再幫你進一步檢查好了 沒想到進一步檢查 沒有發現心臟的其他問題 反而發現說 他有胃潰瘍跟十二指腸潰瘍 然後他們推測可能是 因為他工作的關係 常常就是工作到後來吃完東西 吃完東西就必須睡 所以這樣子一吃就睡 然後常常沒有辦法正常時間吃飯 使得他變成胃潰瘍跟十二指腸潰瘍 不過大家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這個症狀也太奇怪了 居然是意外發現 還是真的也是潰瘍的症狀 那有些人甚至已經潰瘍到多嚴重 之前有個男生才四十幾歲 平常醃酒不濟 然後平常吃東西也沒有再忌口 他前一年才因為 就覺得胸胸胸口不舒服去 然後發現你那罐心病 你那個心血管塞住了 做了這個支架 支架之後習慣一樣不改 繼續吃 冬天來的你剛才說的姜母鴨 一拖 這一拖 後來有一天 回家也沒有覺得肚子超不舒服 你知道嗎 可是第二天起床發現 結得變得像芝麻糊一樣 就那麼黑 就那麼黑 然後想說這怎麼回事 嚇一跳 去醫院醫生才說 你那個潰瘍就出血了 所以出血造成你那個 變變的顏色變這樣 可是他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都已經出血了 可是他個人本身 還沒有覺得超級 沒有感覺 還是沒有任何的症狀 就來問一下前醫師 我們有時候胃不舒服的時候 上腹不舒服我們去做胃劑 可能會有幾個診断 有人說你潰瘍 有人甚至說你胃發炎 胃發炎跟胃潰瘍之間 到底有什麼相關性 而且我們的胃部黏膜 不是很厚嗎 潰瘍到底怎麼產生的 事實上我們胃有一個 自我保護的機制 我們的胃黏膜 有分泌一些胃液 然後上面它可以保護 因為我們的胃裡面有胃酸 胃酸是必要的 它是要來消化食物 我們其實不能沒有胃酸 胃酸存在 但是胃要保護 會有自己的保護機制 會自我修復 但是當你的刺激 越來越強 然後它已經來不及修復了 它就產生慢性的發炎 可能就會形成潰瘍 所以是先慢性的發炎 再潰瘍的產生 對 這個大部分有四個 比較常見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跟你的心情有關 剛才提到什麼焦慮 憂鬱 常常心事重重的人 就特別容易胃潰瘍 這的確是這樣子 像我們的胃特別奇怪 它就會受到自律神經的調整 不過像我們的肝臟 身臟 跟你心情沒什麼關係 會不會發炎沒關 可是胃就是會 第二個的話 就是跟幽門感菌 我們節目中常常提到 就是有細菌感染 它會慢性的發炎 會導致胃潰瘍的發生 第三個跟藥物有關 這也非常常見 就是有些人在吃阿斯匹林 在吃類固醇 或者是一些消炎止痛藥 這個東西造成 它會使它的胃黏膜減少 造成潰瘍比較容易發生 第四個就跟吃有關 很多人就是因為吃了出了問題 自己飲食習慣不良 它就會造成胃潰瘍出現 刺激性的食物 我來講這個案例 它是一個40歲的男性病患 它來的時候是肚子有一點悶痛 那時候我幫它照胃鏡的時候發現 比我想像中的嚴重 因為它的胃裡面有發現 四五個潰瘍 而且已經有出血 像圖片中我們這樣黑色那部分 事實上它是出血然後乾掉 血乾掉 像結痂一樣的血塊就對了 其實下面其實是一個長條型的潰瘍 大概都有一兩公分 而且整個胃有很多處都是這樣子 我把圖片拿給它看 我就說你怎麼潰瘍怎麼這麼嚴重 但是天天它的年紀 好像也沒在吃什麼慢性的藥物 看它個性也蠻開朗的 另外的話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在吃喝咖啡喝茶 這也是常見的原因 吃辣這次都沒有 我問來問去最後問到說 他喜歡喝可樂 可樂也喝一口 他自己可能去賣場買一箱 他說最近這一兩個月每天喝一杯 每天喝一罐一瓶 其實大家不知道 我們來給大家想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有些東西很酸 尤其像可樂是酸的 譬如說像我們常常講的 像我們的檸檬汁好了 它的pH值大概3.8 比較酸 像酸梅汁大家也覺得很酸 它的pH值大概是差不多3.2 3.8左右 比較酸一點 對 那我們的可樂 pH值是2.3 可樂那麼酸 其實是比農林檸檬還酸的 所以大家不曉得是潛在的危險 對啊 你沒有吃什麼東西 你就單純喝可樂 事實上它可以消化你的味 那喝水壁可以嗎 其實碳酸也都有點酸 水壁好像好一點 另外一個的話 它跟吃比較硬的東西有關 像這右邊這個也是 我那時候做大腸 做胃鏡的時候發現 她也是一樣 一個老太太 甚至解黑便 掛急診 那時候出血量很大很嚴重 那時候我幫她照胃鏡的時候 進去看裡面其實都是血脖 裡面都是血 找不到出血的地方 後來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我們找不到出血點 有時候就要拜託外科醫師去開刀 是她年紀大 能夠找到出血點也是最好 後來慢慢找到上面一張圖片 會發現她一個小小的潰瘍 其實這個潰瘍大概只有0.5公分 其實很小 但這個地方就一直在剩血 這個就是她夾的夾子 下面會靠一個止血夾 把它夾起來 出血就好了 你問這個老太太 她說她其實不會痛 就像剛剛的案例一樣 不要以為是說 好像在潰瘍很大才會出血 小小的也可以出血 而且不見得會很痛 就剛好你潰瘍的地方比較深 然後裡面有血管 就可以很嚴重的出血 那我就問她 你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結果她說她很無辜 她就說我其實吃麵線 配一些花生 這個花生是比較硬的 她說那時候覺得很好吃 炒花生 硬的 硬的差不多吃了十幾二十顆 就配著吃 後來就馬上就出血了 所以老人家有時候 吃堅果類的東西 或吃比較硬的食物 要多咀嚼一下 對 很小心 所以除了胃瘍狀之後 我們還常聽到一個叫做 十二指腸潰瘍 對 這兩個到底什麼差別 從症狀上可以分嗎 劉醫師 一般來講因為他們其實 疼痛的位置會很像 尤其我們最常發生胃瘍狀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胃痘 胃痘就是我們胃的末端 要接十二指腸的這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中間 就有一個叫幽門的位置 就是一個闊月區 它當一個開口 所以說幽門感菌 幽門感菌 最常見就在這個區塊會不會發現 那因為她位置很像 所以當她不舒服起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搞不清楚 她到底比較傾向是十二指腸潰瘍 是胃瘍 對我們來講我們在臨床的問診上 的時候會去懷疑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是屬於空腹會疼痛的 像有的人他空腹的時候 或者是睡到半夜的時候 會痛起來的 這一種就會比較傾向是 所謂的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潰瘍 空腹會痛是十二指腸 對 那如果你吃進食完之後 可能差不多半小時到一小時 覺得開始悶痛 開始不舒服 這一種反而就會比較像是胃潰瘍 那有時候胃潰瘍的情況之下 很多人都以為胃潰瘍就是胃酸太多 尤其像我們在使用的胃酸的藥物 基本上抑制胃酸的藥物 他會誤以為自己胃酸太多 所以才導致胃潰瘍 有時候其實不見得 所以甚至假如你是屬於 慢性的胃潰瘍 你會看到這種所謂 萎縮性胃炎的族群 他反而胃酸量是減少的 對 那只是剛剛講到說 他是修復跟他的本身 胃酸的保護的機制上 他無法達到一個平衡 就造成胃潰瘍 那十二指腸 有時候反而他的胃酸量 其實是正常到增加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不見得說在使用藥物的過程 你就會認為說我使用什麼樣的藥物 就一定是代表什麼樣的疾病 像我自己有個病人 他50多歲 有一次來 他說 他感冒了 吃三天的感冒藥來之後 他忽然又上腹痛 接近上腹的地方會疼痛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是吃了什麼樣的感冒藥 他說我覺得我不是胃潰瘍 我覺得我會不會是膽結石 所以醫生你幫我安排腹部超音波 我說你為什麼不會覺得 你是胃潰瘍的問題 他說因為我只吃三天的藥 我不太可能會胃潰瘍 而且醫生還給我開了胃藥在裡面 然後我們當然就跟他 要了一下藥單來看 看到藥單加了類固醇 又加了所謂的非類固醇的止痛劑 然後我就說 你是頭籠很痛很不舒服嗎 為什麼會開到這樣的藥 他說因為他的工作是櫃台小姐 然後他這次感冒他有沙啞 醫生說如果沙啞的話 生態水腫要吃類固醇 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他就要求醫生說 那都給他加上去 因為他不能沒有這個工作 好 這時候他加上去了 工作很緊張 央三生沒有接到電話 就會被老闆罵 所以搞到這樣子之後 他就忽然痛了 做了胃鏡之後證實的確 就是很嚴重的胃虧 是 所以如果有時候工作的 環境的問題 心情的問題 藥物的問題 這一些都是會造成 一加一大也二的效果 會表現在臨床上 是 所以其實在臨床上 有時候我們很難去區分 到底是胃困難還是 對啊 可能還是要找專業的醫生 但是基本上 大部分都還是用胃藥 來治療 會有一些緩解的效果 是的 胃對我們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廣告之後 就教你做料理 來顧你的胃喔